大家好 美国的特朗普川普总统 最新一个新闻是说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希望尽快复工 他说继续限制美国人的自由行动 还有限制生产生活各种限制 会让更多人死亡 他希望4月12号复活节之前 逐步解除保持社交距离的这个限制 重新开放美国经济 希望美国在复活节之前复活 就是这个意思 此前美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 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放缓了 所以美国经济现在也放缓 他希望在复活节之前开放 还有一周下周美国限制令 禁止社交 限制社交接触的15天的禁令 就到期了 那么特朗普就重新评估 所以呼吁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这个西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说这个美国如果不恢复 怎么说呢 不恢复这个工作 大家不恢复正常状态 死的人要比这个什么 要比这个新冠病毒死的人还多 其实就把美国的经济的这个 经济增长的这个主要的动力 就是服务业 金融业 说的很明白了 服务业主要就是大家得社交嘛 餐馆还是得社交 各种各样的金融行业 也得社交 它不像制造业 制造业你机器 车床 人跟机器 那么美国经济停滞 其实就是指服务业的停滞 那美国为什么总统一定要在复活节之前 一定要在复活节之前 其实这个事已经说到就很清楚了 美国经济快撑不住了 大家看现在的美国的股市 上窜下跳 一泄千里 然后隔了一天 又上去一千里 还会涨 大概涨也就涨在两万两千点左右 两万二 两万二左右呢 就会遇到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就会等待川普来解决 我告诉大家 两万二 如果你有短期啊 想玩短期的到两万二 两万二左右 就该撤就撤出来了 可以清仓了 就等下一个市场指示 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遇到什么困难 首先美国的经济主要是 服务业为主 金融还有服务业 那么服务业为主 美国 短期内 用发行美国的这个 叫什么QE 大量硬QE 无限量硬QE 把市场稳定住了 市场这个资金 大量的往回 回到股市 没去处嘛 看遍了天底下 哪有什么去处 你说来中国中国金融还管制 那些热钱 不一定那么轻松就进入中国 你说他能随便去哪个国家 世界上一瞅 还就是美国 还就是美国 其他国家还不如美国 所以只能又回到美国股市 但是到了两万二啊 到了这个 到两万二 他可能就涨不上去了 因为有大多的 大量的资金呢 还是观望 美国的这个 经济停滞啊 让美国老百姓啊 告诉大家 我跟你讲一个最基本的啊 最基础 你跟着上我的逻辑 美国经济的停滞 首先让什么 让公司 还有这个服务业的这个 消费放缓 消费放缓 老板挣钱少了 或者是停工 那么有些人啊 美国人大家知道啊 按小时计费 有些人一今天出去工作 就有饭吃 今天不出于工作 就没有饭吃 是这种情况 我曾经碰到 在美国碰到过黑人啊 他跟我讲 他早晨起来 四点钟起来 就要出去干活 到晚上回来 我弟妈呀 我看那个哥们累的 中午回来一趟 下午回来一趟 晚上回来一趟 好几份工作 有的时候穿着西装 回来的 有的时候穿着 什么什么回来 就是得打四份工 这样他才能付得起啊 他住那个旅馆的钱 就这人没有家 他一辈子可能就住在旅馆里边 所以当时我就感叹 美国人呢 没有存款 你记住 美国人是没有存款的 他今天打工 今天就挣钱 今天不打工 今天就挣不到钱 你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你就看到 美国经济停滞 所有的服务业一停滞 停滞两个星期 停滞到三个星期 复活节4月12号之前 一个月 这一个月 你说这些打工的 这些美国普通人 他的账单有多厚 你想想他的账单 他只要一天不工作 那就没收入 外面又禁止社交 全都停止 他干嘛 他不可能吃存款 他没有存款 美国有大量的人 没存款 那他干嘛呀 借钱嘛 透信用卡嘛 正好一个月时间 就是以信用卡的 这一个月时间 如果到4月12号 这个信用卡到期之前 他还没有工作 他信用卡就会被注销 然后呢 信用等级被下调 你明白这个 这个了吧 然后呢 还是不能工作 那怎么办 就会赶出 他现在住的地方 真正变成赤贫 那美国社会的危机 真正爆发 所以这一个月 这信用卡的 这一个月延期 对美国 整个国家安全 至关重要 川普啊 可能听 已经听到 国家安全 那个顾问 给他已经介绍了 美国人 只有这么 30来天的安全期 美国因为 没有存款嘛 所以只能透信用卡 现在还可以活着 那美国 我告诉大家啊 川普 他这个政策 如果4月12号 之前不行 你想想 美国经济会发生啥 就按照刚才那个逻辑啊 刚才那个逻辑 美国是一个什么 高端制造业国家 但是呢 大量的就业人口在哪啊 大量就业人口在服务业 服务业 那服务业一停止以后 美国整个经济就停止了 整个美国这个转动的 这个车轮停止 那么主要就是金钱啊 华尔街的金钱 我刚才给你讲 老百姓 透信用卡 对不对 那信用卡就出现 巨额的信用卡坏账 那这些人我可以不还 不还 大不了你把信用卡收走吧 注销嘛 但是这些坏账啊 是小数钱 非常小的钱 但是信用卡 我可以不还以后 经济就没法转动 它是一个链条 有一环 倒闭了 卡住了 其他的链条就没法转动 我今天不展开 讲美国这个链条是怎么转的 你大概就知道 美国是一个循环的经济 因为美国的GDP 主要是靠消费 国内消费 如果他连信用卡都没有了 没有人那张信用卡 不能消费了 是不是 家里又没有存款 那更不能消费了 那美国的消费会大减 没有人去消费 没有人消费 就没有什么 没有人去生产这个产品 也就没有 没有什么需求了嘛 不消费不就没有需求了吗 对吧 就算他想买 他也没有钱去买了 他欠的一批口账 知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一个月对美国特别重要 很多人说给他这个 到时候你给他接上不就行了吗 不是那么回事 你想4月12号 比如说我原来跟我一起住 那黑人哥们 打4分工在美国 他4月12号又可以出去工作了 是 他打了一份工 当天把钱挣回来了 那么这个钱他首先要干嘛 你想他干嘛 这个人很勤劳 他也不吃 也不喝 就把钱是吧 留着 这钱干嘛 首先先还前面那信用卡呀 那一个月可是他又吃又喝一个月 对不对 你就算用最低消耗 你这房租得交吧 他现在把这房租交了 那他还有其他钱去消费吗 他去买什么 有钱去消费 最基本的买点水 买点面包 这就够 就花很多钱了 买其他的不可能了 所以美国人的消费会大大减少 缩减 美国只要停下来一个月 美国整个消费 收一下就就小了 而且会什么传导到未来 未来这一年两年都会传导 为啥 今天挣的钱是为了还 还昨天那钱的账 有多少人能一下都还掉 有多少人能还掉 就算美国每个人给他一千美金 他能还掉吗 一千美金 你在美国可以吗 而且就美国那个消费官 你给他一千美金 喝了抽了 他也不为什么存着 所以我告诉你了 这一个月让什么 让这个滚动的链条 向后平移了两个隔 一个月 两周 就是两周吗 周心吗 两周大概是负一次 平移两周 那么后面 这个就算车轮继续滚动 他挣到的钱 他得为前面停滞的那两个 那两个两周 就是前面停滞的那一个月 得把后面的钱补到前面 消费呢 消费呢 后面的消费就完全抽空 所以美国经济或美国GDP 可能要大跌 没有消费了 还前面的账 是不是 大家都不购物了 也不消费了 缩减了 GDP缩减 中国GDP和美国GDP不一样 中国GDP的大头是什么 投资 政府投资 政府把各种各地方收换来的税 投资 做基建 做什么 各种国有企业项目 这样拉动GDP 政府为主 中国的消费 还有外贸 只占百分之十几 不大 但是美国可是大头啊 都靠消费 都靠消费 我银行借你钱 美国的利息是零 记住了 现在美国的利息是零 你别想存钱了 赶快拿钱出去消费吧 但是呢 怎么消费啊 国家停了 都停止了 真的暂停键 怎么消费 你这么想 美国不可能消费 所以我已经跟你说 很清楚啊 美国这一个月 让川普非常头疼 他头疼的不是这一个月 老百姓咋活啊 他头疼是 这一个月过了以后 4月12号以后 这美国怎么办 没有人消费了 或者消费会大减 因为大家没有存款 你有存款 别的人 美国人是没有存款 他不消费 不消费怎么办 不消费 怎么办呢 好了 最后啊 还是最后 把你思维啊 再升一下 最后思维升一下 美国其实特朗普 最头疼的 是这个美元啊 是这张美元 很多人说 这个美国不QE了吗 无限量亿美元 美国应该最高兴啊 我之前也说过 中国美国啊 包括日本 什么 只要拿着美元的这些国家 跟美国都在同一条船上 就这条船就是美元啊 大杀四方啊 用美元大杀四方 剥削了全世界的韭菜 只要你手里有美元 美国之前呢 是什么 美国大量QE 把这个 美元印出来以后 洒向全世界 进行全世界的循环 这个一个水泳池的水啊 如果放到什么 放到你这个泳池里边 它是满的 晃晃悠悠 容易样出来 但是你把这泳池的水 撒到撒哈拉这个沙漠里边 刷 没了 稀释了 就这个概念 美国印了 无限量亿美元啊 印的这个天文数字美元 如果放到美国 晃晃悠 晃晃悠 让美国什么 通货膨胀 如果把这个美元 拿到全世界一扬 刷 没事了 你知道 美元是储备货币 在你那储备着呢 没有进入市场流通 那它变成什么 变成稳定的了 货币 所以美国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这就是美国减世界羊毛 但现在情况变了 情况变了 美国怎么让这个 大家持有美元 当时的情况是利用这个 大型的能源产品 你比如说这个石油 矿石这一类 我给你举个例子 石油啊 如果石油涨到150美元 当时涨到100美元吧 涨到100美元的时候 你想买一桶油 是不是得从美国那 拿100美元回来 对吧 来买一桶油 那么你啊 从美国那拿到100美元 需要出口100美元 价值100美元的物资 给美国 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油价啊 这个这个 降到20美元了 那么就 降了基本上 降了80% 那你现在只需要20美元 你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买到这桶油 而且现在经济也不好 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油 所以这个量会越来越少 你花的钱也是 在石油上的钱 可能一下80% 你不需要花了 是90%你都不需要花了 80%是什么价格打折了 那10%呢 需求量减少了 所以你在石油上花的钱就少了 那美国这洪水来了 以前的洪水 这钱不到哪了 到石油了 是不是 你拿着美元 去买石油了 这石油呢 转来转去 又转回美国去了 对吧 不过学习 等于是在沙漠里转了一圈 稀释掉以后 没了 没了 能存得住这些美元 美元洪水 但今天不一样 这一泳池的水 来了俩泳池 仨泳池 十个泳池 也是往这扬 但是啊 这沙漠变小了 石油需求小了 石油只需要20美元了 那你说你得原来 原来一百美元能买五桶吗 那等于 我的妈 但是你需求量又小了 那你说剩下的美元 这洪水来了以后 大家剩下的美元干嘛 你想想你剩下美元 剩下80%的美元 节省了90% 对 90%的美元 而且这美元量还是无限大 美国怎么割世界韭菜 你想想美国怎么割世界韭菜 这逻辑能不能想通 能不能想通 所以这是特朗普最难受的 就后续美国这么大个QE来了以后 油价又这么低 他怎么割世界的韭菜 怎么让别人能持有这个美元 如果别人不持有这美元 你记住了 这么多美元 别人不持有的话 这个美元砸到美国国内 美国的物价会碰 像火箭一样 都发射到月球去了 美国物价就通 特朗普就直接通 美国物价上月球 特朗普就直接奔太阳了 直接被飞出太阳系 直接美国人民 给特朗普发射出去 特朗普这点非常着急 他不希望这个美元 留在美国国内 那无限量这么多水 我得把这水扬出去 怎么拿我这放着 扬出去 但找不着那个盆啊 拿啥扬啊 石油 石油他妈现在油价跌了80% 那普京跟他又不是铁杆 这个时候就得求着普京 求着沙特了 后面有变化 大家可以慢慢看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没准川普可能要跪地求爷了 先不说这个 这个慢慢看 我刚才跟你讲了 美国是一定要把这盆水扬出去 扬到哪 石油肯定是不行了 现在只要没有石油价格 往上涨到100美元 他这么扬 没有盆成啊 铁矿石 矿石类的也没有啊 黄金 黄金盘子就那么大 就那么一摇 黄金也承受不了 黄金能涨着1万美元 一盎司啊 那美元不就毛了吗 那你说这么多美元 去哪 去哪 特朗普急 你说去哪啊 得找新的行业 新的领域 得把它藏到一个新的地方 不能让藏石油里边 藏到别的里边 这个以后咱们再探讨 藏到哪 反正现在特朗普 最着急的就是这个 所以他一定一定啊 要12号之前复工 首先把美国经济 这个我刚才讲了啊 这张信用卡的问题 先解决掉 别到时候挣的钱 是为了还前面信用卡 欠的账 那美国消费就完了 美国经济就 美国经济一旦下来 石油需求 也少了 美国人也不需要石油 全世界 马上需求量也小 整个世界经济 你说你原来 是不是 存水这个水池里 这个海绵本来可以存住水 不急 海绵又挤出了那么多美元 这美元去哪啊 回美国了 那么美完洪水就回来了吗 我的妈妈 自己淹了 这海绵呢 你挤 不急能挤出水来 这水又回到美国 华尔街得疯 你知道吗 美国的物价 川普就砰出太阳戏了 所以你可以想上 如果搞不好 美国的物价会天文数字 无限量QE 无限量1美元 如果这钱撒不出去 大撒币撒不出去 你就想想后果 你就想想美国 你可以想想美国那物价 好像当年国民党那个金元券 好像是买一盒火柴 得用一麻袋钱 就那个水平 你想想无限量印钱 一麻袋可能不够 美国不有什么路虎 大皮卡 一皮卡 两皮卡 买盒火柴 所以美国想办法 把这钱撒出去 这才叫大撒币 哈哈 最闻的